上篇提到,如果澳门政府率先对楼市减辣,港府就会被逼跟随。这个说法虽然有点过火,但却是可悲的事实。希望当局看到不这的文章,不管能不能产生效果,也就当作一个激张法吧。时而势意,不进则退。如今港府的施政能力的确是跑在澳门后面。 更加不能和新加坡比,国际经济放缓,新型冠状病毒军疫扩散全球。亚洲国家更加首当其冲,因此,激活楼市交投对振兴经济有很大帮助。 据民新加坡和澳门军开始研究放宽楼市辣椒。香港当然事后之后各者,外界对于撤销楼市辣椒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有别于以往,这些声音并非主要来自地产界,而是罕见地来自一些媒体报章,以及经济学者和专家。 现金坊间对于要求减辣的声音没有以前那么反感,争计何时,推出打压楼市措施,是提升港府民望的杀手间。 而有几个聪明的高官,在过去十几年来,更是因为每次高夫打倒地产霸权,不断对楼市加辣,因此平暴清云。 坦白说,从来市加辣压低楼价人人叫好,减辣推高楼价个个不满。 但为何如今外界对减辣的呼声没有批评,那是因为香港经济可能出现大萧条。 大量中小型公司面临倒闭边缘,更多打工仔的饭碗也可能不保,经济大衰退,失业率急增,首先应保住自己那份工,才能谈论置业买楼之事,否则工作不稳定,还反对什么高楼价呢? 当然,当局不切招或减辣也会有其理据,比如他们会解说,减辣会让市场产生误解,以为港府托高楼价,楼价指示轻微录得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跌幅。 跌幅没有达到一至两成以上,也就没有减辣的充分理由,不者想说,反对派常挂在嘴边的文不聊生这四个字。 以往十几二十年前没有发生过,但今天却真正严重了,也因为香港今天已经文不聊生,所以当局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,刺激经济,挽救民生,大家可不要忽略楼市减辣的百切性,所谓拆长松绑,让市场回归正常,放业主一条途生的路,否则一环扣一环,再迟一点恐怕为时已晚。 不者建议,高官们应该表现担当的一面,大胆去对楼市撤招或减辣,不要害怕,哪位高官宣布减辣,哪位的民望会立即升高,千万不要再拖延时间,如果行动比新加坡和澳门快,哪就要向特区政府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